灾难来临之前 人什么感应也没有 也不知道也不知道 这个动物它怎么就知道 灾难要来临呢 它有先知先觉呢 还是它也比人多了什么呢 师父 对 它的心很单纯 心很单纯 人的心很复杂 如果人心要单纯 人知道 所以你心清新 很多事情有预感 有预知 所以动物的时候 它只知道觅食 肚子饿了才就有个小动物 吃饱了之后 它对一般小动物 绝对不欺负的 你仔细就观察动物 所以动物比人善良 它就可以 没错 只要心定 就能够知道 定身会嘛 它比我们人定是吗 对 它很单纯嘛 它生活在身上 它只知道找食物 它除了这个之外 它没有胡思乱想 人不一样 除了找食物之外 想的东西太多了 太复杂了 那要不然人比他们灵得多 所以为什么修行的人的时候 他有预感 预自 心欲清净 也修禅定 定中 什么境界都能看到 但是现在一般人看到的时候 不说 为什么不说 天际不能泄露 你该什么样果报 没法子逃掉 这一关逃掉 下一关逃不了 你做了这个 你必须重复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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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多的时候 他劝勉大家 断卧修善 那这话里头有话 要你自己去领悟 去体会 人真正发狠心 忏悔 认错 改邪归正 灾难就能化解 师父您曾提过 小孩子跟父母有四种缘 抱怨还怨 讨债还债 那动物跟我们之间 是什么样的因缘 也一样 也一样啊 对一样 你就过去有这个因缘 它现在变成动物了 那动物跟你有缘呢 那小猫小狗是到你家里来 这都有缘 都有缘 对有缘 没有缘 不会相聚在一起 缘前时间短 缘要是深时间长 对 那现在很多家都在养宠物 师父 对 有的人爱宠物 甚至甚至爱他的亲人 就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有一天 就是他们家那狗 已经很老了 也在生病 然后他爸爸在医院抢救 那他就放下家里的狗 去上医院去了 结果回家以后 这狗死了 他从此以后 他就不再踏入 他自己家的家门了 他不认他父亲 他就痛哭失声了 那天跟我说 他说 我就太恨我爸爸 什么时候病不行 非要当我的狗狗 病的时候 他要这样 我恨他 他简直是气质 要没有他那天 我狗恨不得死 就死不了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 特别不可理 师父 您说他对狗的这种情感 就是 还有对亲生父亲这种态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见大街小校 有很多人 就养宠物 已经 就是那种 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师父您 这个是人 自私自利 那个执着 很深 从小 没有得到 好的教育 如果他从小 有很好的教育 他就不会了 为什么呢 他这个 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动物的关系 他搞颠倒了 颠倒了 在一切关系当中 父子这是最亲的 这第一个关系 你怎么能跟宠物的关系 超过对父母 哪有这种道理 这是大不孝 这是大不孝 对呀 但是什么 没有人教他 他不能理解 这个教育 实际上也不能怪他 你 无量受精神讲得好啊 心人无知 不舍道的 无有余知 说书 书无怪也 你就不要怪他 我们中国把传统话 丢掉了 我看 总有七八代了 两百年了 都没人教我 他怎么会懂得 他一生没见过 他也没看透 他只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 把什么摆在第一 现在几个人 能把父母 摆在第一 在古时候 一定是父母第一 你把父母 摆在第二 你在社会 人家瞧不起 为什么 人家是你 连出生都不如 你怎么有资格做人 啊 佛门 把父母摆在第一 佛门把父母也摆在第一 你看看 这个 这个 经义三福 第一句 孝养父母 第二句 才奉仕四场 佛是老师 啊 佛还摆在第二 父母摆在第一 这是 我说真的真的 真的摆得特别好看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给你妈吃毛银 我哪有时间呢 对 那师父有的人 对某一种动物特别的惧怕 甚至连几种动物的图片 都不敢看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过去曾经受过这个动物的害 他还心有余悸 这个 这种事情啊 在催眠的时候 可以 能把他的原因找出来 一定在哪一世 哪一身 遭遇这个动物的伤害 所以他害怕 我们一个演员 他就看着鸡 我们拍戏 看着鸡 他就啊 就浑身发抖 吓得不得了 那师父呢 他前生是不是虫子吧 很可能 很可能 他被这个鸡吃掉 是 色色的剑 鸡就色色巴抖 对对对 不错 不错